出版的新书时代如何转了弯 将总统蔡英文台湾八年转型政绩记录成册 非常难得的可以大规模的采访政府的高级幕僚 蔡总统他那么一心一意的要为国家做事 所以这些人就非常的甘心情愿的 是非常的投入的万分投入的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感人 辩访三十多位政治幕僚和政务官 就像是走进他的执政幕后 看到事件背后的动态 真正看到的时候你感动的是说 你知道蔡总统是做了那么多的准备 他是写的非常有趣的 因为我们日后要拍片的 那他里面的人物故事 什么他不会是用那种比较生硬的方式写的 所以今天已经上了那个排行榜第一名了 就像是台湾版的影集白宫风云 从年金改革前瞻建设能源转型再到婚姻平权 蔡总统八年执政就像书名一样 让时代转了弯 蔡总统的一个稳健的民主路线 那他与中华民国台湾团结台湾社会 那他提出四个坚持来捍卫自由民主宪政 那我想他更重要的是在两岸的处理上面 有为有守 和平有尊严的维持现状 那如果这八年不是蔡英文路线 世界恐怕会误以为台湾人民接受一中原则 更在疫情肆虐世界的数年交出了亮眼经济成绩单 能源转型也好 在我们这个台商回台投资也好 面对百年大议的这个疫情也好 我相信这八年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预先部署 那也在对国际情势在做研判 在接轨的非常关键的时期 当世界局势轨诀多变 这本书也记录下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八年来从不懈怠的每一天 进行为黄轩秋 博庭 徐伟成采访报道